你这员工你要不给人定金 人家谁给你干啊对吧 这店里也需要资金 你说我的火烧没冒了 你这来一句说 这房子什么租金也不知道 这不签筒啊 一个月三千 三个月加上抵押的钱 就算能租出去的话 也有一万多点 可是饭店的水电税费 加员工工资也是一万多 就算咱租出去的话 这一万多 这一个月马上就没了 你说咱们要是把这个房子 给抵押出去的话 这手上不就有流动资金了吗 咱们就可以 不用为钱的事发愁 集中精力地经营饭店 这不挺好的吗 什么 什么意思 这房子该出租出租 同时咱们把它给抵押出去 这样的话 咱们一下就有了几十万 还可以把我爸妈的钱 先给还了 然后咱们手上再有 十几万的流动资金 这不挺好吗 挺好的 把你爸妈的钱还了 对吧 这样省得我在她们面前 抬押头来 又有十几万流动资金 这店正常开 挺好的 那我姐能同意吗 那房本不在咱们那儿呢吗 再做个假委特殊 这事不能让姐知道 你也说了 这饭店只要一开张 钱跟流水似的 对吧 咱暂时管姐借下钱 周转一下 钱一挣了 赶紧把房子赎回来 就算你姐知道了 我还能给你打官司啊 徐马小心点啊 好嘞好嘞 别碰了 好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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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一块 走 徐马 给他上去检查一下 看看 帮我弄的东西有没有带齐 好 你别把这东西了 好好好 嗯 你这是干什么 帆家 为什么 既然生活不得一块去 住在一起也别扭 你一定要这样做梦 你为什么会这么无情呢 你在问我呀 是在问我是吗 那我这样跟你说吧 雷神啊 我更喜欢你的人简单一点 我不愿意跟一个这么复杂的女人 生活在一起 我更不愿意在外边儿游我渣 回来还要兜知兜用 你让我很惊讶 我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居然我不认识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你 对我和我儿子的感情 到底是真的还是真的 还是真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不如分开 对吧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别再提这个问题了 想想吧 想想你想要什么条件 到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好不好 许猫 好 来了 东西快点 小青 快点 能不能让我 你有希望 能不能让我 看不到光 您的酒 能不能让我 再来 您的酒 谢谢 再来一杯 谢谢 能不能让我 失去声音 等一下 你能不能让我 能不能让我 没有想像 没有想像 谁啊 我罗建军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我对不起 我 我走错了吗 这是103吧 对啊 你是 我找高麦 高麦 这里没有叫高麦的 怎么可能啊 这 这就是他们家呀 你找以前的住户对吧 以前的住户 我对不起啊 我们的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在外面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问你 为什么把你姐的房子给租出去 那是高卖的房子 那房产证是写的高卖的名字呀 你开了 我看你姐的面子上我是摔你脑子上我去 不是 罗哥 你看你 你怎么 这这好心没好报呢你这 这从法律上来讲 你照顾高卖这是你的义务呀 可是你儿子你是突然出这么当事 我们怕你为难帮你照顾高卖 你可倒好 不谢我们还拿这东西你要拽我是吗 你帮我照顾高卖 哼 我看你的目的不是照顾高卖 是冲那房子去的吧 跟你说吧哥 把这套房子租出去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麦麦 我们照顾她底边的搬一块住吧 她的房子我们的房子总有一套底空着吧 江西比心咱都不是有钱人 那照顾麦麦 是个拉撒底用的钱呀 可是这房子一租 最起码一个月三千到四千块钱是不是 那干嘛不把它租出去呢 租不可以呀 那干嘛不把你们家房子租出去呀 我们家房子小地段不好 租不上家 租不上家 江城 你姐在住的医院 你把她的房子租给别人 你什么意思 你让她出不了医院是吗 你让她再也回不来了是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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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那意思 真的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没想那么多 真没想这么多 跟你们两口子说 赶紧把这房子 要要好 高卖在你们这所有开销 我付 我付 罗哥 你吃口饭走吧 罗哥 你常来啊 再说一遍啊 赶紧的把房子给我交回来 你放心吧 对了 房本现在在谁手里啊 在高卖那儿啊 跟高卖说 今儿晚上我上你们家去 把房本交到我这儿保管 就放高卖那儿不要紧的 对 对你们两口子我信不过 慢走 怎么办呀 罗建军要知道房本被抵押了 肯定跟咱俩没完 那能怎么办 钱还不上房本肯定不能给你 先拖着吧 来吧 尝尝吧 小心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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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好了 请吃烫餐 妈 你怎么了 干嘛 干嘛 妈 过来 妈 发现怎么样了 你开门了吗 妈 妈 这没有事啊 妈 你开门了怎么样了吗 妈 妈 妈 没事 中午看姐吃多了 我有点不舒服 估计 那个不合你胃口吧 吓死我了 怎么样 那你就一句话说还习惯吗 还 行吧 他们给你接什么要求啊 嗯 就告诉我 不要乱丢东西 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整理 你看 这些不是都是以前妈 老跟你说的吗 现在知道妈好了啊 妈呀 就是陈天给你做老妈子 以后自己真的得收拾 收拾自己的东西 知道吗 等你出院 你就看见 一个崭新的我呢 我告诉你啊 不把罗建军这事给解决了 这房子住的都不踏实 必须让他跟高卖的关系断了 断了 怎么断啊 说句不好听的话 那就算我姐她有一天真不在了 她买的关系也断过去 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呀 你说 咱姐的店 咱姐的房子 凭什么罗建军说的算呀 你看她那个样 对咱俩指手画脚的 我觉得咱俩得把高卖的监护悬给拿到手 到时候姐的店姐的房子都咱俩说的算 姐走了 谁还理那个罗建军啊 不是你这个说的都太简单了 那我姐现在她在院里躺着呢 你现在突然冷不定 又要高卖了监护权 高峰不还没死呢吗 怎么又扯上她了 你想当初姐跟高峰离婚的时候 孩子是判给高峰的 高峰本来对那罗建军就没什么好感 咱俩去找高峰去 高峰肯定是希望找可靠的人 托付高卖吧 咱俩得把高卖的监护悬给拿到手 店咱们自己经营 房子咱们也说了算 还理那个罗建军干吗 很靠谱 靠不靠谱也得试 打不了 打不了把那事给说出来 什么事啊 高峰怎么进那监狱啊 这这这你可不能让我姐知道啊 你要让她知道了不是要她命 就是她要咱俩的命 哎呀你放心 我肯定换个说法 你会把姐说出去的 什么说法 哎呀 先这种多菜呢 还有你最爱吃的 哎呦 东兴芳啊 我都快忘了她什么味儿了 哎 兴芳 你差彩了是吗 臭小子不是因为你爱吃吗 生日给我做的 那当然专门给你做的嘛 麦麦 你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啊 营养一定得跟上 我和你舅妈呀不仅让你吃饱是好 而且还得让你吃开心了 对 还是舅舅妈对我好 对 我就是东西班嘛 你爱吃舅妈天天给你做 哈哈哈 来尝尝尝去 哎 看你舅妈手艺怎么样啊 好嘞 嗯 不错 不错啊 好吃 好吃多吃啊 嗯 那个今天啊 罗建军来找我 他还找你在什么 说是 让你把这个防止证啊给他 让他保管 鬼知道他呢什么心 什么叫什么心呢 也许人就是好意呢 对不对人替麦麦着想啊 他什么人啊啊 他跟姐结婚的时候就是个混混 这种人有什么素质啊 你别这么说啊 现在好歹那是我姐夫 姐夫 我告诉你 当初他跟姐结婚的时候 我就悬着这颗心 生怕他对姐和高麦不好 你看果不其然吧 这出事了翻脸不认人 还把责烈往高麦身上推 要不他 姐这病情也不能发展这么严重 程雅 别说了 你说这干什么呀 影响麦麦心情 来来 还想啊 赶快吃东西啊 就妈就是气不过了 你说你妈对她那么好 啊 她无情无义 你说现在她要房本 她什么意思呀 无所谓呀 给她房本 就算给她了 她那怎么着啊 给她 凭什么给她呀 那是我的房本 我不给 也不是说你不给就不给 知道吗外面 那罗建军那人你也知道 她就那么瞒不讲理一个人 你要不顺着她 不按着她的心愿走 她指不定怎么折腾我们俩的 我们俩真是了不起她 你们怕的 我不怕的 她来了我跟她说 你跟她说 嗯 你 你瞅瞅 又打电话来了 你说我接不接 往里面 行 不理的 来 吃饭 吃饭 这俩王八蛋 她就不接我电话 你看看 就一直不接 要不然跟森姐说吧 跟她说有什么用啊 这就是江山跟杜丞雅搞的鬼 想霸占她姐的房子 你现在跟她说 她更跟着着急 对她身体还不好 可高麦现在糊涂啊 跟她密钵啊 我还得去找她去 谁啊 谁啊 我罗建军 高麦啊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不用 你拿回自己吃吧 我这可是给你买的呀 谢谢啊 以后不用再给我买了 首先 你买的我不爱吃 还有 我想吃什么我就会给我买 好 好 那我四个揉着 好 我今天来 不光是为了一件事 我还想跟你聊点别的 可以进了她吗 是因为房本的事吧 我舅都跟我说了 房本在我自己这儿 不用你管 这房本 确实在你手上吗 在 好 高麦 你是一个学生 你说这房本在你手上 万一丢了 那多麻烦 让我给你保存着吧 我愿意自己拿着 我说你烦不烦啊 我还要看书呢 你走吧 我 走 真有你啊 要不说还得靠人脉脉脉 喂 对待这样的人啊 就得这样 哎呀 可是这个罗建军他没得逞 我觉得他还得来骚扰 我跟你没说 我今天这是轻的 他如果再敢来提防我的事 我直接跟他翻脸 翻脸 哎呀 妈妈有个事 我一直没跟你说 什么事 当初你爸被抓 实际 是罗建军搞的鬼 什么 你跟孩子说这个干什么呀 那我也不想说呀 那姐现在都病糊涂了 那再把高麦屠夫给罗建军 那不坑了他吗 舅妈 你说我爸被捕 使罗建军搞的鬼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当时吧 罗建军不是想跟你妈结婚吗 就告诉警察 你妈跟你爸见面 这样你爸就被抓了 现在罗建军一直要缝本 我就想起这事来了 他跟你妈结婚 实际上就图你妈的财产 不行 我也去问我妈 哎 你不能去跟你妈说了 你妈妈现在冤病了 对吗 虽然 你妈妈和你爸离婚了 但是 他们俩的曾经的感情非常好 现在你冷不定告诉她 你妈妈现在 嫁的这个人 是害了她曾经最爱的那个人 你想要你妈命啊 可是我妈现在一直觉得 罗建军是好人 也不能让我妈一直蒙在鼓里啊 哎呀 麦麦现在你妈有个好的心情养病 你什么都重要 知道吗 这个事儿 你别操心了 就是妈跟你说这个呢 就是让你有点心眼 防着点那个罗建军 怎么防啊 防不住 罗建军 现在跟我姐是夫妻关系吧 对不对 那名义上 是人麦麦的监护人 对吧 说不好听的话 那我姐和我姐夫万一 走了 是吧 麦麦还是个未成年人 那监护权肯定落入罗建军身上啊 他不管谁管啊 他休息了 你说这罗建军要真算计你 我跟你救可真没办法 那我可怎么办啊 其实吧 这个办法倒是有一个 只要你把你的监护权给了我跟你救 这样的话罗建军就没有办法了 对 对 这倒是个办法 你们怎么会成为我的监护人啊 这样 咱找一天呢 一块去看看你爸 你跟你爸说 你就想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其他你就不用管了 对对对 这个办法不错 麦你觉得呢 好啊 我们公司同意我 今年春节前把年假给修完 这样子 我就可以跟你们学校放假同步了 到时候咱俩可以一起回家 踏踏实实在家里面啊 待一段时间 那我们提早把机票定了吧 好啊 正式我来办 孟老师 您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事 打您电话打不通 我只好到你家门口再等你 是吗 要我手机没电 自动关机了 嘉惠 这位是 这是我学生的家长罗建军 这是我男朋友李锐 好 您好您好 真是对不起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们 这会儿的确有点晚 要不你先回去吧 不过我也没那么早睡 我给你们进屋去 来 进来吧 高麦最近 跟他舅舅和舅妈住在一起 您知道吧 知道啊 怎么了 他舅舅 把他接过去以后 就把江新的房子给租出去了 这家里这些烂七八糟的事 没法跟您说清楚 总之 就是这个舅舅跟舅妈吧 是比较重力那种人 本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 现在突然这么主动地要照顾高麦 我就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他们是冲着江新的房子来的 过去啊 他曾经向江新提出来过 说要把他的房子 拿去做抵押 代接款来做生意 被江新给拒绝了 关于房子的事情 嘉惠只是那孩子的老师 可能帮不上你们的吗 对 您说的对 我 我说的不是房子的事 我就是说这个过程 房子的事我自己解决 我想请冯老师 帮我盯一下高麦 因为这个孩子 他现在完全是不愿意和我交流 他舅舅舅妈要是折腾出什么事来 我这一点都不知道 万一您那知道什么事 及时地通知我一声 您放心 我会盯着高麦的 有什么情况 我及时通知您 好 又给您添麻烦了 冯老师 没事 打扰你们了 我走了 对了 冯老师 还有一件事 什么时候安排我 在学校出事的地方 见郭龙和高麦呢 先见郭龙行吗 行啊 那明天你来学校找我 好 谢谢 谢谢 我走了 再见啊 那您坐 我走了 慢走啊 您快快 好 再见啊 再见 你在这儿等 我去叫郭龙 程后长 程后长 你求求程后长 程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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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继续上课吧 好 同学们 我们继续上课 黄老师 您找我什么事 你跟我来一下 有什么事 您就在这说吧 怎么我找你 让你觉得很紧张啊 我 没有啊 那就好 跟我来吧 目光和灵魂正渐渐变得清澈 宽广 哎 冯老师 郭龙 罗叔叔想跟你聊几个问题 郭龙 陈浩然是从这上面说下来的 是吧 是 是罗小烈把他吞下来的 真可惜 他才十七岁 是罗小烈把他吞下来的 你说是罗小烈把他吞下来的 是吗 是 是罗小烈把他吞下来的 是 是罗小烈把他吞下来的 你不觉得你反常吗 孩子 他 他说什么了 你想知道他说什么吗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我就不在医院了 我怎么会知道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陈浩然最好的朋友 是不是 是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你对得起你最好的朋友吗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撒谎 陈浩然不是罗小烈推下来的 就是罗烈推下来的 我没有撒谎 陈浩然就是你推下来的 你撒谎了 没有撒谎 陈浩然是你推下来的 就是罗烈推下来的 你过分了啊 我回家下去 你回来 你干什么 嫁祸也罗小烈 你晚上睡觉你不做噩梦吗 你胡说我没有 你肯定是嫁祸他了 陈浩然就是你推下来的 我告诉你 你会受惩罚的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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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不是就网完了 快走 你就这么跟孩子谈话的 你这是诱导 对不起 对不起 冯老师 我原来想 我原来想是好好跟他谈谈 可是你看他那种状况 我小之以理有用吗 万一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呢 可是咱们的怀疑要是正确的呢 我不想让一个无辜的孩子 去承受坐牢的那种惩罚 更何况这个孩子是我的儿子呀 对不起 冯老师 你死还怀疲惹 你死他的家 阿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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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事 啊 你回事 阿龙 看着我 能看清楚我吗 啊 我是谁 坐在 好 好 喝口水 慢点慢点别枪着 还口气 还口气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啊 阿龙 爸 阿龙 阿龙 看着我 我告诉你 不管有什么事 慢慢说 好不好 有你爸在呢 就是天塌下来 有你爸顶着 好吗 什么事慢慢说 爸 爸 爸 我来出事了 程浩然 不是罗晓烈推的 那是谁推的 那天 罗晓烈 风的一样打程浩然 然后我就想拦着罗晓烈 但是没想到程浩然推我身上了 我 我就推了程浩然一下 然后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 就翻下去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明白了 所以说雷珊要给罗家送一把碗去 你让我别计较是吧 这不是故意 是故意 是故意 阿龙 这事你跟谁说过 这事你跟谁说过 看什么说 你都跟谁说过 一个都没有 谁都没说过 搞买的 没有 你说这些都是真的吗 真的 都是真的 那好 哥 真是 我跟谁说过 我说过 我说了 这事 你今天开始起 听起来 爸 听你讲了 还有 听起来 听起来 但是 但是罗小离他不认罪 他爸 爸已经怀疑我了 他真是怀疑我 但是你死不常人 明白了吗 一定咬住了 陈昊然就是罗小离退下去的 就是罗小离退下去的 明白了吧 所以我得退下去 明白 罗小离退下去 罗小离退下去 好 罗小离退逛 哎呲 喂女 你怎么来了 口吃来跟水也一遇的 没有 我 罗小离退 但是它就卖给了 好看嗎 我看是誰嗎 當然漂亮了 那這我們兩個呀 挺心嗎 必須挺心 去哪兒啊 我要帶你去一個 你小時候老帶你去的地方 小時候老去的地方 好多地方呢 唉 真的假的 沒騙我 但是你要讓我 好讓的呀 你是帥哥你當然了男美女 那好吧 看你這麼美的份上 就讓一次 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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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 這兩次 不能再多了 行三次就三次了 再多多不了 成交 成交 老爸你太好了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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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静地站到我的面前 才发现错过你蹉跎好些年 还好半路我们遇见 浅浅的笑颜如水般蔓延 你悄悄地坐在我的身边 才发现爱来的机会到从前 还好半路我们遇见 轻轻地以为还哭是烂不变 这是爱情最后的一辰 我在你手心画一个圆 生命就算有遗憾 至少不是因为孤单 这是爱情最后的一站 看窗外云树云转 多梦幻 握你的伤 感受温暖 这段路程 是花灿烂 是花灿烂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妈去学校找我了 你妈找点什么事啊 没事 就是想我了 哎 高麦 你妈没问你房子的事吧 没有 好消息 咱们去看你爸的身体批下来了 这周末就可以去 是吗 那带我妈一块去吧 我觉得吧 这来回这一趟大半天呢 有点太折腾了 太辛苦了 凡自己去吧 好 那我回房间了 北京市一座最大的传染的医院 即将开简 主要收拾 眼睛低微传染 最大的传染的传染 是你妈妈让你跟舅舅舅妈住在一块儿 嗯 罗建军不管你 哎呀 罗建军他儿子出了事以后 他哪儿有时间照顾麦麦呀 嗯 如果不是因为你跟罗晓烈一起冲突 程浩然不会来插这一纲 他也不会跟罗晓烈打起来 这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所以你要继续这个教训 凡事淡定 不挑事 不惹事 你也别怨恨罗建军 罗晓烈落到这个境地 他肯定对你有疙瘩 他现在还能帮着你妈妈 打理店里 还能照顾你妈妈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哎呀 建伯 谁知道他照顾我姐出于什么目的呀 对吧 他如果真的关心我姐的话 那就应该关心我姐的话 那就应该关心我姐的话 是 这哥的姐的也太大了吧 姐肯定是不放心 他走了以后 这罗建军不管麦麦 才把高麦托付给我们的 关键时刻 还是亲人值得上 你们照顾高麦 这份恩情 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一定报答你们 姐夫 你看你这话说的 麦麦是我亲外甥 我照顾他那是应当应份的呀 爸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说万一我妈走了以后 我不想跟那陆建军有半年瓜葛 我想跟舅舅舅妈在一起 你现在不就跟舅舅舅妈在一起吗 是 是住一起 可是这名不当言不顺的 法律上他也不承认啊 这很重要吗 水浓雨水 你们永远是一家人 姐夫 你也知道我姐现在的情况 对吧 这很有可能在医院里就出不来了 麦麦明年才成人呢 你说万一我姐走了 这监护权肯定落罗建军手里啊 这万一罗建军拿这个监护权当令件 天天找我们麻烦 那我们这每天 可真受不了啊